明天我會在記者招待會 跟公眾交代那張照片的來龍去脈 但我覺得在對外之前 我們MOS的內部應該口徑一致 我想大家都不會相信 潮流教主拿著這個無牌貨 就是大家都認為 照片裡面的行李箱是真貨 真是讓你們不相信 照片裡面的行李箱一看就知道是假貨 本來與我無關,不過真的看不過眼 你們一個一個或者潮流編輯 視相達人,這樣也看不出 要不你們沒料到 要不你們拆鞋拆到上心口 你別亂說話,總編不要用假貨 阿翻哥,你對,上心裡面那個 是真的一個假貨 我跟大家說,就是不想大家亂猜 這幾天會有很多記者聯絡你們 但記住,你們個個都是MOS的一份子 什麼應該說,什麼不應該說 大家應該很清楚 我所說的就是這麼多 好,知道,謝謝,再見 怎麼樣?找我和我換行李箱的男人 我剛聯絡了機場客務部那邊 他們都不肯定有沒有保留到 三年前拿你的行李箱的資料 如果找到的話,他們會即時聯絡我 我已經發了電郵到航空公司那邊 他們有空答應幫我們查 那個乘客的記錄 我在幾個香港和外國的討論區裡 已經流熱了 希望姓林的看到之後會回來 總之我們明天三點前 一定要找到這個男人 可以在記者超讀會親自和我對情 電郵就在這裡,還做什麼?還做幫忙? 荔枝泉,那張照片和那篇留言 是不是你放上網? 不知道是說什麼? 三年前我在機場拍到潮流教主那張照片 為什麼會放上網? 我有這張照片只有你一個人知道 我說潮流教主的行李箱是假的 也是只有你一個人知道 那不是你放上網的左邊會放上網 我怎麼知道聖業的德錘有多少人 你不讓他… 三年前在機場有其他人拍到他 你肯定那張照片是同一張照片? 你別跟我說廢話 我問你, 是不是你推入我的房間 用我的電腦, 用我的帳戶貼文貼的照片 如果你騙我的話, 我們朋友也沒得做 是我做的那怎麼辦?那張照片不是假的 我寫的東西也不是假的 那個葉朗是因為你用假貨而不聘請你 他自己又是拖著山寨貨 在機場走來走去, 我也是替他報仇 你…知不知道你這樣會害死人嗎? 你怎麼會害人? 來自傳我們以後都沒有朋友做 今天找各位記者朋友來 是有些很重要的事想親自跟大家交代 明天Mose的總編葉朗會開記者招待會 我可以很肯定地說 他一定會否認一件醜事 但我覺得做錯事的人 是應該要為他自己的事負責 更何況他是Mose的一個這麼重要的人物? 這個公民袋裡面的資料 我想可以幫助你們在明天的記者招待會 逼得葉朗承認他自己的錯 我不明白你 現在令你見不成功, 不是我是他 女兒, 我替你出口氣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你出口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你心裡在想什麼 我不可以在Mose做我, 我很不開心 我也很生氣葉朗 我生氣到我一整晚都睡不著 我一整晚就在想理由幫自己辯護 但我想不懂 葉朗沒說錯 我不尊重品牌 我根本就沒資格在Mose裡面工作 他又很尊重品牌嗎? 那張照片不是假的 他推著的山寨貨不是我作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那個行李箱不是他的 可能他的行李箱在機場上被人吊亂了 我怎麼也不會相信潮流教主 他會有心拿著無牌貨到處走 你從小到大都是Mose的粉絲 我們大家都知道, 整個深水埗都知道 你變成了教徒, 我不知道 我不是他的教徒 不過他可能是我因人 在五年前Mose差點要接書 我就是因為葉朗 要不是他的話 Mose根本就生存不了到現在 如果沒有Mose的話 我根本就不會去學正衫 我不會寫輯 我不會知道自己想做時裝集字編輯 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所以我不想因為我拍的一張照片 去連累到葉朗 去連累到Mose 好了… 好了 可能真的… 像你這樣說 他… 可能他真的跟人吊亂了行李箱 或者可能他明天 即是… 記招地解釋了一件事 沒事吧 你聽聽聽 你說得對 潮流教主用假火有誰會相信我 一定會沒事的 對了… 好, 兩支麥克風就好了 快點讓你聽聽吧 對了, 我聽說十八樓秘書說 如果教主搞不定這件事的話 今天遲到三 就照開董事會, 把他放在桌上 轉了部門嗎? 我們是復討 就算編輯部被人反轉也好 也不關我們事 做事吧 好 大家可以坐這邊 各位記者朋友 我現在會通知總編你們已經到齊 我們的記者會會在十五分鐘之後開始 大家可以先準備一下 昨天我上過很多討論區 看到網民說 如果教主真的用武牌貨的話 他們就會在網上呼籲 發起杯葛買Mod的行動 不會有事的 如果教主沒有把握 就不會開記招澄清 怎樣澄清? 證據確鑿 連他自己也心知肚明 昨天是他當著大家面前說的 那個行李箱是假的 可能那個記招他不是想澄清 而是想向公眾道歉、擺平這件事 教主又怎會向人靠頭認錯的 我告訴你們, 昨天我去幫Fourcast 那些人買一架的咖啡 原來Martin他們 已經幫教主找一個 三年前替他調轉了行李箱的人 那會找到嗎? 我不知道 不過他們打算如果找到的話 就會叫他在記招那裡 幫教主澄清 說行李箱是他的, 與教主無關 女士, 教主進入了議員 記招開始 各位記者朋友 最近在網上發放言論, 攻擊我 我想在這裡作出三點的聲明 第一, 我身為業界一份子 我絕對支持原創 我更加支持打擊暴牌波 第二, 我和Jay Baller合作了這麼多年 我非常珍惜我們彼此之間 多年來建立的深厚感情和關係 第三, 網上攻擊的各位人 他說的每一句話都不是事實 是虛構, 是無中生有 我是Most Forecasting部門的Martin Ma 首先很感謝 今天大家能夠出席這個記招 我們的總編剛剛發表的聲明 希望能夠釐清大家的熱量 以正公眾視聽 葉總編, 究竟照片裡的行李箱 是真貨還是無牌貨? 你的皮箱還在哪裡? 你知不知道照片什麼時候拍 以及誰讓你拍? 我不知道是誰拍的 但至我估計應該是三年前 我出席原本Line Fashion Week 回香港的時候 在機場被人偷拍 至於照片裡的行李箱是真還是假 大家認為呢? 潮流教主會不會拿著無牌貨? 葉先生, 我手上的這份文件 是J-Border亞洲區代理的酸梅伏羽 他們研究過你在照片裡 牽著那個皮箱 單憑箱上面花紋的這一點 已經可以很肯定 那個箱不是J-Border的原裝淨貨 這位記者朋友 可否給你手上的資料問題? 沒問題 好, 現在就點讚和訂閱TVBUSA的官方頻道 就可以即時收看更多節目精華片段